好 一樣喔 那我們有需要眼神手可以稍微舉一下 我們先從中間的攝影大哥開始 有需要眼神手可以稍微舉一下喔 好 我們再看一下左邊 左邊攝影大哥 好 左邊 然後我們再看一下右邊 右邊 然後我們右後方 右後方的攝影大哥 好 右前方 好 我們再看回中間喔 來 中間 中間 可以中間蕙蜜蜜大哥 然後左邊 好 右邊 當然有舉手就會有眼神 所以有需要眼神手稍微舉一下 好 左邊 來 你看我們的左上方 左上方 好 然後左下方 左下方也有舉手 好 我們最後再看回中間 好 中間喔 好 中間我們中間有舉手喔 中間的大哥 好 可以出一隻大哥 好 那接下來一樣 我們會進行電子媒體聯訪 那剛剛 好 今天的活動呢 是Bazzar 150週年的一個展覽 我非常的喜歡 因為不管今天 現場的佈置 或者是外面的音樂表演 都非常的有藝術氣質 然後其實我自己喜歡 是一個比較 我一直很喜歡傳統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 就算現在是網路 然後現在很多時尚都是快時尚 但是我還是非常喜歡紙本的東西 因為我覺得那是可以近距離 跟它接觸用手觸摸的 所以在這個展覽裡面 有很多 從以前到現在的雜誌 都可以在這邊看到 而且甚至是有一些東西 是你可以親眼去翻閱的 所以我剛剛翻了一下 我覺得 哇 可以藉由紙張跟圖像 了解到 喔 當時的年代 正在流行什麼 當時他們的人 是怎麼樣生活的 我覺得這是今天 最棒的收穫 好 我今天的穿搭呢 其實我自己非常喜歡 因為是有一點 多層次的穿法 然後又是一個 比較幾何式的剪裁 我覺得就是有一點 比較酷一點的女生的感覺吧 釜山影展 好 其實第一次 就是以電影人的身分去影展 滿興奮的 我覺得那是一個 對我自己的很大的鼓勵 然後在那邊 也有播映了我們這次 道秘師的電影 第一次跟海外的影迷們溝通 我覺得 這是一個很棒的文化交流 因為畢竟這部電影是 在講一個台灣比較 基層生活的故事 但是我覺得 韓國的觀眾 不一定可以懂 我們的生活方式 但我覺得 愛是共同的語言 所以他們非常的喜歡 在QA的時候 問了很多我們 很棒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 很滿足的旅程 問了什麼問題 你會講什麼問題 比如說他們會問說 我們一些比較 醫療上面啊 或者是制度上面的問題 我覺得這幾年就是接到的作品 我自己都滿開心的 因為都對我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挑戰跟轉變 所以我覺得 能入圍就是一個很大的肯定 不會 不會有太多的期待 但是 如果有入圍當然很好 可是不會是一個 選角色上面的一個指標 不會耶 我還是玩得很開心啊 因為我覺得 不管是誰得獎 真的都非常的實至名歸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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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西元1867年開始 發行到現在已經150年了 而是150年期間 我們歷經了兩次的世界大戰 三次的工業革命 我們可以說是 見證了一個半世紀風